路警發布 災害應變中心 成立一級開設 縣長黃建廷坐鎮 針對上回嚴重受創的 紅葉村下達預防信 撤離指令 地址已經有受到影響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 請你跟我們下來 然後我們幫你撤離 到那個收容中心 早在宣導前 朱奶奶全家 就已經將衣服家當 打包被妥 也把上學的孫子 提早接了回來 多少孩子會擔心 當然啊 都緊張啊 都緊張 所以那個山會奔下來啊 因為我有糖尿病啊 一大袋藥品 因為常年罹患糖尿病 只是連續兩次颱風 撤離家園 盡頭前孩子的天真下 隱藏陰影 那這次會不會緊張 會 怎麼說緊張 就是我把我的房子 會被淹沒 林秉相公所說 一定要把這個 危險性的第三領 要到活動中心 導演活動中心 國軍協助開來軍卡 將紅葉村第三領 14戶村民 接送到壽榮中心安置 來到市區 餐廳玻璃仔細貼起膠帶 防範強風襲擊 有商家連木板也派上用場 擔心預期性的強風好遇 可能帶來的破壞 市區超商業者在大片玻璃外 牢牢盯起木板 做起生意 面對美激颱風 來勢汹汹 防台工作不可少 以上是戴新聞 肖智傑李明華 在台東的採訪報導